字幕翻譯 哈囉,大家好 我是GOBIN,GOBIN CHEN 今天要利用這一週的VLOG時間來跟大家聊聊 聊什麼呢?我想聊聊 打電玩遊戲到底能為我們帶來什麼 打從街機時代開始 一路到早期的家機 掌上型遊戲機 再到PC、PS4、XBOX等 甚至是現在的手機遊戲 電玩遊戲的玩家也隨之大幅增長 很多長輩會問 你們這些小孩 花這麼多時間在上面幹嘛呢? 我總是回答 達成那些我們無法達成的成就 以及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做到的事 打從我小學最一開始的 那線上線下的蛋機遊戲 逐漸到開始用這台破筆電 實況全境封鎖 以及Minecraft生存 這些過程中我到底學到了些什麼? 有哪些成長呢? 我在實況朝歌Minecraft伺服器時 我認識了那時候的團隊 縱使現在大家有各自的事 無仿向之前那般的頻繁的聚在一起 但也因此成就了我做頻道實況的基底 到現在的鬥爭特工 初期雖然也是閉門自戀苦工 但因緣機會之下 認識現在群裡的朋友 也倒成了現在人人有功練的狀況 闡述這些經歷不是要告訴你 我有多強我人脈有多廣 而是要告訴各位 這會是現代科技進步的未來趨勢之一 倘若我在笑的 倘若我在笑課業不好 卻能在遊戲中達到中上頂尖 這會是另外一個展現自信的門路 很多家長總是一昧盡止 卻忘了他們的孩子在家沒人照顧 總覺得只是交給學校老師 就能成全個人置業或成就 這是多麼荒謬至極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回答 打遊戲能達成那些我們無法達成的成就 以及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做到的事 其他更深的層面 人與人會開始從網路上認識 會開始在遊戲中彼此互相照應 縱使沒見過面 卻也有可能成為彼此互相親土心事的對象 在校在家在外被教育成木耳寡言的孩子 因為某些事情某些因素被家人 被家看管在家的孩子 他們紛紛開始投向網路世界 透過這些遊戲中認識的人 來表達自己最內心深處的世界 你們一再嚴盡看管 卻同時開了扇窗 讓他們無所畏懼 可怕的是你卻從不知道 你孩子認識的人 到底是善或惡 你們從不教導自己的小孩 明辨是非 卻總認為那是學校老師 必須解釋必須受受的內容 你們可能已經來不及或是追不上現在網路使用需要告訴孩子的事情 未來甚至是說現在的當下 我們都該學習如何跟孩子或是下一代 教導他們如何學習透過網路自我保護 以及分辨善惡的虛擬世界 總結來說 這只不過是一個虛擬的現實社會罷了 希望看完這支影片的人 能夠了解 電玩遊戲其實並不壞 壞的是 你會給予 適當的價值觀以及判斷力 OK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對 整件事情的想法 以上 就是這支的 這周的VLOG影片 希望各位喜歡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 吧